奧林匹克台军德在家里青金四十年 奧林匹克台军德运动中心观众张凯婷 主文苏张明辉 以及党款行为台军德高年的吴宝毅老师出帮 在十何国庆年这天 台北生理奧林匹克台军德运动中心 跟一个多关小小朋友以及国小座的学员 现场进行一场精彩的台军德表演 也希望借由运动中心的行力 继续提供友谊台军德 奧林匹克台军德运动中心 十何少年在新大学院的登录 现在要求很多家庭找到小朋友在来团队 你在外团中 近几个数十位小小学玩 现在在新一场精彩的台军德教演 在到满地将生 奧林匹克台军德运动中心关注张凯婷的提供 现在运动关门的提升 运动中心特别注重友谊的运动 因友谊台军德的基盘 除了可以让友谊为小孩就合适新生灵的发展以外 可以增加他们的运动时间 就此备用运动习惯 我们一直致力于幼儿跆拳道的目的 是因为幼儿本身五片 目前我们现今这位 就是因为他运动不足 所以我们致力于幼儿跆拳道指示人 幼儿跆拳道 我们从幼儿发展到他成人之后 幼儿会爱上运动 我们爱上运动之后 我们就能让孩子有效的 现阶段一步一步往上爬 一步一步的运动 循序渐进 让孩子在各方面都成熟 欧林匹克台军德在家的冲金四十年 关注张凯婷 魏老师张明慧 以及赶快身为台军德高连的 吴宝毅老师手中赦洞灵 也希望借助温度中心的开放 请稍推广幼儿跆拳道 他对幼儿跆拳道有幸福的领导 也在乘坐下定位到 奥林匹克台军德的温度中心寻门 谢谢我们对我们应该去猜后 火灯 今年十月的嘉义室夜晚 多了一点期待 多了一点陪伴 更多了一点浪漫的气息 这里有四季主题灯区 七座大型光艺术装置 十月一号到十一月一号 让我们相约北相符 浪漫在嘉义